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 2004年夏天 徐琪刚从打工的城市回到安徽老家 就被父亲徐成带去相亲 相亲对象王丽比徐琪小四岁 是木材厂老板王丽成的大女儿 徐琪觉得王丽性格还算温柔 就搭建了这桩婚事 由于交往是双方父母认可的 年轻冲动的他们很快偷偿了禁国 然而随着相处时间增多 徐琪和王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王丽特别喜欢粘人 这让生活独立的徐琪感到窒息 另外因为家境好 王丽花钱大手大脚 经常向他索要贵重礼物 之后王丽又多次让徐琪给自己的亲友买礼物 责备得太小气 渐渐地徐琪对王丽仅存了一点感情 也消耗殆尽了 正在徐琪纠结要不要和王丽分手时 父亲徐成却对了说 王家只有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我和你王叔商量好了 你和王丽结婚之后就入坠王家 徐成是这么考虑的 反正家里不愁香火延续 入坠不仅能让二儿子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 将来或许还能提携家里的兄弟们 让整个家族都兴旺起来 于是他背着徐琪和王丽成达成协议 把儿子卖给了王家 父亲的话犹如晴天霹雳 真的徐琪半天缓不过神来 在当地入坠虽然并不罕见 但对于男人来说 还是一件屈辱的事 因为结婚后男人要在妻子家住 看岳父和岳母的脸色过日子 生孩子要随妻子性 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 家里又不是穷的揭不开锅 为什么让他受这个委屈 徐琪鼓起勇气 小声对父亲说 爸 我不想入坠 徐琪瞪着眼睛说 不想入坠 哪个好姑娘会嫁给你 你要是不听话就滚 以后就别回家了 一听见这句话 徐琪顿时不敢说话了 徐琪从小就被父亲管得服服帖帖 1984年10月 徐琪出生于安徽省临毕县 兄弟姐妹四人中属他最聪明 父亲徐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 可徐琪打小就不爱读书 常常逃课 跑出去游泳玩水 只要有人告状 性格暴躁的徐琛就让儿子罚债 打骂那更是加上便饭 渐渐的徐琪非常害怕父亲 跟他不敢说心里话 更不敢提反对意见 上初中后 徐琪依然不爱读书 中考名落孙山 处在叛逆期的徐琪 被父亲训斥后 手无前力的顶嘴了 见儿子跟自己杠上了 徐琪狠狠的扇他一耳光 徐琪气得离家出走 可走了没几天 身上的钱就花光了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值得回家 徐琪离家出走这几天 徐琛根本没去找他 见他回来 徐琛仍然怒气 未娇要赶他走 走了 你就别再回来了 反正也不听话 边说边将儿子推出门 最后还是邻居反复劝说 徐琪写了保证书 以后都听爸爸的话 徐承这才让儿子进门 自此以后啊 徐琪再也不敢反抗父亲 因为他知道 如果敢对父亲说一个不字 那么这个家 他就真的回不去了 虽然不敢跟父亲顶嘴 但是对于入坠的事情 徐琪越想越不愿意 除了觉得入坠丢人 不喜欢王丽以外 还有一个 他不敢说出口的原因 他害怕王丽的父亲 王丽诚 王丽诚和徐承 是多年的好友 和徐承一样 王丽诚的脾气 也非常暴躁 在家中说一不二 从不允许两个女儿顶嘴 一看见王丽诚 徐琪就仿佛 看见了自己的父亲 当年徐琪为了 逃开父亲的控制 初中一毕业 就跑到外地打工 一想到结婚后 必须和这么厉害的岳父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他仿佛又看到 童年时无助的自己 不敢反抗父亲 和准岳父的徐琪 死来想去 决定逃跑 2004年11月 徐琪去浙江渠州打工 他觉得王丽忍受不了 自己的冷落 自然会主动提出分手 这样自己就能对父亲 和准岳父交代 没想到 王丽也跟着来到渠州 到了渠州后 他整天黏着徐琪 非但自己不找工作 还闹得了 徐琪没办法工作 而且他又固态富盟 天天嚷嚷着 让徐琪给他买礼物 因为承担两个人的花销 王丽花钱又大手大脚 在渠州待了一个多月后 徐琪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 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徐琪决定弄点钱花 以前啊 他有个邻居的电动自行车 曾经被盗过 所以知道 很多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是通用的 于是他偷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卖了两千元 看见来钱这么轻松 徐琪开始频繁偷车 到2005年1月25号 被巡逻民警抓获 一共作案了十二起 盗窃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十多辆 被科城区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由于监狱文明执法 徐琪在狱中没有受什么欺负 虽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但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 也能吃饱饭 而且御友们见他长得瘦弱 都不跟他较劲 偶尔与人发生口诀 一些御友还会同情他 说对方没本事 只会欺负人 徐琪觉得 没有了王立的纠缠 监狱里边很清静 他不用苦恼结婚的事 也不用想方设法地赚钱 来满足愈合南田的未婚妻 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打工的 有了千科也能做苦力 影响不大 反而有了这个污点 王立肯定不和自己结婚了 尽管刑期有点长 但能够摆脱王立 徐琪还是觉得很值 复兴期间 王立去京华监狱看的时 徐琪主动提出分手 你是千金小姐 我是粗人 我们本来就不般配 现在我还有了污点 还是分手吧 你去找个门当户对的 没想到王立却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安心改造 正去早点出来 我等你 见王立不肯分手 徐琪很失望 王立再来 他就避而不见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王立死心 没想到 2008年7月刑晚释放那天 徐琪一走出监狱 就看见在门口 为了接封的王立和家人 王立高兴的说 咱俩都不小了 结婚吧 徐琪闷声不响 王立又把他拉到边上 轻声的说 周围邻居都知道 我早就是你的人了 我是跟丁你了 一旁的王立成也安慰他 人都会办错 知错能改就好 徐琪啊 还是闭着嘴一声不吭 父亲徐琛看出了 儿子的意思 把他拉到一旁去了 你一个坐过牢的人 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 你还有脸嫌别人 一想到要和王立过一辈子 简直比坐牢还难受 徐琪嘴上不敢说 心里却盘算是 如何才能摆脱这桩婚姻 一个月后 徐琪又不告而别 一个人来到他熟悉的曲州打工 哪料到 王立随后也来到曲州 徐琪对他不理不睬 动不动就跟他吵架 可王立说 自己已经是徐琪的人了 坚决不同意分手 很快啊 这个钱又花光了 三年前的窘境再次上演 被王立烦透了的徐琪 觉得还是劳理清静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嘛 徐琪再次产生了入狱的念头 他又开始疯狂的盗气 短短一个多月 一共作案十一起 2008年10月23号 徐琪再次被抓获 获刑两年八个月 徐琪的再次入狱 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 人们议论纷纷 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王立和父亲王立成 都觉得颜面被他丢进 终于对他死了心 都不愿意去探见 王立成四处托人 帮王立相亲 想尽快把他嫁 可是很多人听说 王立和小偷处过对象 都觉得王立也不是什么好人 更何况和王立结婚还要入罪 所以一时没有成功 2011年6月22号 徐琪出狱后 无奈的王立成托人到徐家提亲 承诺只要他同意入罪 婚房等都由王家操办 婚后再送给了一辆小轿车代步 担心两次坐牢的儿子会成为光棍 父亲徐成和其他亲友轮番劝说徐琪 徐琪坚持不同意 王立来到徐家哭着说 你给我一条生路吧 现在我的名声没了 除了你 没人会娶我 见徐琪无动于衷 王立爬到楼顶要跳楼自杀 随后赶紧的王立成 看见这一幕对徐琪怒火冲天 王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辈子我跟你没完 徐成也下了最后通牒 你要是不娶她 以后就别再回来 在两家人的威逼利友之下 徐琪最终同意和王立结婚 2012年元代 两人在陵地县城的新房里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 王立成特意嘱咐徐琪说 咱们家里不缺钱 结婚后你就安心待在家里 不要再出去折腾了 徐琪明白 一向好面子的岳父 最怕的就是自己再去偷东西坐牢 让他丢脸 然而结婚后 徐琪却发现自己被岳父骗了 徐琪去岳父的木材店帮忙 王立成却不给他开工资 导致他口袋空空 连买烟的钱都没有 而王立成原本许诺的小轿车 更是连影子也看不见 因为王立成时不时的接济徐琪 所以徐琪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丝毫没有为儿子出头的意思 而婚后的日子 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郁闷 家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有一次徐琪去帮岳父搬木材 累得四肢发转 吃饭时不小心把碗摔碎了 丈母娘脸色十分难看 当着众人的面说 一个大男人连碗都拿不住 这让徐琪很下不了台 回到房间里 他忍不住和王立抱怨了两句 王立不仅没有安慰他 反而说 要是你能赚钱 我妈也不会说你 2012年5月 徐琪为了让自己腰杆直起来 带着王立去浙江宁波打工 水性好着他 幸运地进兵到一家远洋运输公司 做海员 半年的试用期满后 月薪从6000元涨到了8000元 有了高薪的工作 丈母娘和妻子对他的态度 也有所好转 他感到自己终于扬眉吐气 活得像一个男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 做海员后 徐琪和王立聚少离多 每个月只在家待一两天 甚至忙的时候 一个月都不回来 寂寞的王立和邻居李斌来往平凡 连徐琪都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2012年9月 徐琪假借公司临时派他出海 躲在公寓附近监视家里的动静 果不其然 深夜 徐琪看到李斌进了他家 然而 等徐琪进门想捉监视 却发现王立和李斌 只是坐在客厅里聊天 自己依然没有证据证明妻子出轨 10月 徐琪出海回来时 发现床头柜里有一个药瓶 竟然是治疗性病的进口药 自己没有性病 那妻子的性病 肯定是和其他男人乱搞的 徐琪气愤的致母王立 王立却不承认自己有外遇 夫妻俩狠狠地吵了一架 徐琪提出离婚 第二天双方家长都赶到宁波 王立成见徐琪拿不出直接证据 觉得他是故意在羞辱自己的女儿 气愤的吼道 你拿不出证据就是无事生非 今天你得当着你爸的面 保证每年交八万块钱给王立作为家庭开支 否则我跟你没完 他一边说一边还撸起袖子 还举起拳头 徐琛立声命令儿子认错 自己搬弄是非 还不赶快认错去 生更半夜 孤男寡女坐在沙发上聊天 丈夫不在家 妻子却得了性病 明眼人都知道王立出轨了 可岳父不管叫自己女儿 反冤枉他无事生非 就连自己父亲也帮他们说话 徐琪是有苦难言 绝望的暴头痛苦 在父亲和岳父的逼迫下 徐琪只能给妻子写了一份保证书 承诺每年给妻子交钱 而且不再追究以前的事 然而风波还没有结束 2013年6月 王立生了一个儿子 徐琪怎么推算都觉得 王立受孕时自己不在家 妻子不仅出轨 连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徐琪感到了深深的屈辱 再联想到屈辱的保证书事件 更是觉得自己的尊严 已经被彻底阉割 他认为如果再这么屈辱地活下去 就是赚再多的钱都没有什么意义 满腔愤懑的徐琪 没有跟公司请假 就独自跑到苏州散心 结果因为无故矿工被公司开除了 这么好的工作就这样没了 可是徐琪依然不敢起诉离婚 因为父亲肯定不同意 甚至可能和自己断绝父子关系 对父亲的恐惧 早已深深扎根在他的灵魂里 徐琪坚信 他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这个不幸的婚姻 就是毁掉自己的名声 让爱面子的岳父主动提出离婚 于是徐琪又去盗窃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对于死不悔改的徐琪 双方家里没有一个人来探亲 徐琪大喜过望 觉得自己终于有希望离婚了 2014年8月徐琪出狱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为父亲送到王家 王家人脸色非常难看 对得很冷淡 徐琪为了逼妻子离婚 故意对岳父和岳母不理不睬 对孩子也不闻不问 可是半年多过去 王立依然没有提出离婚 徐琪觉得王家人已经对自己很失望了 只要再入狱一次 肯定就能放弃了 考虑到浙江警察文明之法 在监狱里可以少吃些苦头 2015年3月31号 徐琪来到浙江东阳市的当晚 盗窃价值100多元的香烟和酒 被行政拘留失天 4月10号 他潜入盘安县城 一个晚上就作案三起 盗窃电动自行车 香烟以及现金等 累计3500元左右 4月22号傍晚 徐琪被盘安警方刑拘 被抓后 他再三拜托民警 通知妻子王立石 一定要告诉他 自己一次次入狱 就是为了和他离婚 王立听到民警的转述后 非常吃惊 他沉默了良久 只说了一句话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离了也罢 这次入狱后 徐琪的离婚大计 终于过了妻子这关 然而父亲那关能不能过 他还不知道 第一次入狱子的离婚